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对于老的蔚来车主来说 这一刻内心是非常的抓狂的 但是对于那些持币观望的运户来说 这一刻可以算是非常的兴奋 蔚来的ES6如果能卖到这么便宜的话 确实我相信它的销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那至于这个车究竟卖多少钱呢 相信这一刻你已经知道价格了 因为这款车型将在今天晚上正式发布 它的价格究竟如何呢 我暂不得而知 这款车竞品它是理想的L7或者是BBA当中的宝马的X3 或者是奔驰的GLC等等等等啊 当然了 如果再牵强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竞品还能算得上是毛皮外啊 不是 是Model Y啊 开个玩笑 那就让我们看一下这款车型究竟有没有实力和我刚刚说的那几款车型进行角逐呢 那首先先从外观开始看起来 这个车呢 它采用了全新蔚来家族的设计化语言啊 采用的是X8的前中网的设计 以及Sheknows的车比车头的设计啊 整个车头呢 确实是像一个大鲨鱼啊 还是蛮好看的 乍看之下呢 像是一个拉高了的蔚来的ET5或者是ET7啊 依旧是采用家族式的设计 那这个车的颜色呢 它是采用的是同温层蓝的配色 那值得一提是 这个车的配色呢 它是不需要加价的 那相较于老款车型之所以它能够更进一步压低价格呢 是因为这个车型呢 它减配掉了空气悬架 那它依旧保留了CDC的可变的悬架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这个车还增配了亮王塔式的激光雷达在它车顶的位置啊 那它把激光雷达放在车顶的位置有几个好处啊 首先呢 它的照射角度可以照得更远 而且呢 在车辆刻碰的时候也不容易碰到 但是呢 对于一些低矮的物质呢 可能就照不到了啊 这是它的这个优点或者是缺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到侧面看一下 那么来到这辆全新ES6的侧面可以看到啊 这个车的车高呢 它是降了55毫米 那并且呢 它的风阻系数呢 也优化到了0.25cd 所以这么大体积的一台SUV呢 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些其他细节啊 首先呢 这个车的长度呢 它是来到了4854毫米啊 长度变长了 轴距呢 更是加长到了2915毫米啊 车的空间也变大了 那并且呢 这个车呢 采用的是 由未来自研的前置对象四火塞的刹车卡钳 那它的制动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接着看一下这个门把手啊 隐藏式的门把手没什么好说 但是呢 很有意思啊 你把手插进去 它门会自动弹开 而且呢 还是在电锡门的设计啊 这个车窗的车窗玻璃呢 虽然不是无矿玻璃的设计 但是前后呢 都是多层的夹胶玻璃的设计 后排的还配备了隐私玻璃啊 高级感和档次感 瞬间就上来了 最后再说一下轮胎贵格了 它的轮胎呢 采用的是固特异的EGO F1的轮胎 轮胎是2550R20的轮胎啊 轮胎的尺寸还是非常大的 也是SUV专用的轮胎 那么这一套轮胎的价格呢 应该是蛮贵的 观望的小伙伴们要考虑一下后期换轮胎的成分了 接着到车尾看一下吧 来到车尾啊 车尾的设计我还是蛮喜欢的啊 和未来的ET7也好 ET5也罢啊 它采用的都是类似官装士尾灯的设计 非常简洁啊 但是这个尾灯我觉得比保时捷的帕拿摸拿还好看 观察尾灯的设计非常有层次感 这里还有一点小凸起啊 确实好看极了 那除了这点以外呢 它延续了未来ET车型的刹车灯的设计啊 它这个刹车灯的宽度呢 达到了864毫米啊 非常的醒目啊 防止后车分审或者是追尾啊 这个设计我觉得也是OK的 打开后备箱之后呢 可以看到 后备箱的开口还是非常的大的 那这一刻呢 后备箱的容积来到了668升 如果把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呢 它的后备箱容积可以被拓展至1430升 你说得了吗 这个车家用它不香吗 绝对很香 来到这辆全新ES6的车内呢 整体的内饰的用料豪华质感 品质感都是营造的非常棒的啊 而且还是非常有温度感的 有种家的感觉 而且呢 在前面有个逗逼 不是 前面有个nomi啊 这个nomi还是挺可爱的 我觉得像极了龙主里的天生波波啊 我如果有辆未来的车型的话呢 我一定会给他买一个天生波波同款的帽子给他戴上 太逗逼了 太有意思了 开个玩笑 也让这个车内的氛围呢 感觉温馨了许多啊 像你的一个小伙伴或者是一个宠物一样 好 那么接着看一下这个车的内饰用料了 它采用的是再生藤木的环保用料啊 整个木纹的用料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整个中控台呢 是采用的环抱式的双层中控台的设计啊 那整个座椅和中控台呢 采用的都是napa真皮的皮质包袱啊 座椅的填充也非常棒啊 而且呢 支撑也很到位 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一分价材一分货嘛 对吧 高级感是有的 那接着说啊 这块12.8英寸的多媒体屏了 这个多媒体屏呢 搭载的是8.0.0的系统啊 搭载的依旧是高通骁龙8155的车机芯片 为了更进一步优化这个车机芯片的跟手性和屏幕的流畅度呢 这个车的智能辅助下车机芯片呢 采用的是最新ORINX加X的那套芯片啊 也就是把8155的那部分的功能呢 全部给它摘出去了 让它专门去负责这一块车机系统 让它变得更加流畅和丝滑啊 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那下面呢 是一个道克兰 上面呢 是一个地图 流畅度非常棒 除了这点以外呢 你打开它的这个多功能的菜单 你会发现它多了一个游戏中心和视频投屏的功能啊 游戏中心的话呢 现在暂时是仅仅只有无款小游戏 但是我相信后期经过Fota升级之后呢 它还会支持更多的游戏啊 那这个视频投屏的话呢 就是说你有一些外界设备想投屏 想打游戏的话呢 想看电影的话呢 也可以进行手机无线投屏的方式进行投屏啊 这个功能我觉得也是比较实在的 毕竟它对标的是理想L7嘛 对吧 这一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来到这辆未来ES6的后排可以看到啊 其实这个车呢 它是将地台更进一步下沉的 也让我的这个腿呢 放在这个座垫上非常舒服啊 不会有一种做小板凳的感觉啊 确实还不错啊 下沉之后呢 它的头部空间增加了75毫米 这是相较于老款车型所增加的空间啊 确实是空间灭的非常大了 哪怕后排作为一个185公分身高的车伙伴也完全OK 没有问题 接着我们聊一聊腿部空间了啊 前排呢 是我的驾驾驼 腿部空间大概是有三拳多的余量啊 2915毫米的轴距确实是非常的长了啊 那头部空间呢 还剩大概是两拳的余量啊 也非常的宽 接着看看其他细节了 这个车后排有个小屏幕啊 这屏幕呢 是可以支持后排座椅的加热调节 后排座椅的角度调节 包括后排空调的风量调节 以及切割的控制啊 这一点还是非常实用的 虽然说这个屏幕不是很大啊 那值得一提的是 往下走呢 这里仅仅只有一个USB Type-C的充电口 你觉得它只给你一个USB-C充电口吗 那就错了啊 其实在充电服势我打开的位置呢 它还给你藏了两个USB-C的充电口供应用 其实后排是有三个充电口的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实用了 第二说它这个车的天窗了 它的天窗呢 达到了0.98平方米 接近一平方米啊 其实它的开口面积已经来到了1.3平方米啊 确实是非常大呀 开压缸也不错啊 已经到了后排乘客头部的上方了 让整个视野呢 也变得非常的宽敞啊 整个后排呢 我觉得坐着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包括这个坐垫的软度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高级感 瞬间上来了 那上午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呢 我们去参考了竞品车型宝马的X3 明显那个车的后排比这个车要小很多啊 这就是优势的所在 那接着我们要把这个车开起来感受一下它的动态驾驶感受 那我们把这台ES6开到了山里啊 山里连续多弯的路段开这台ES6 我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车的循迹性啊 包括方向盘的直向性都是非常不错的 开起来非常的顺 也非常润啊 整个底牌在过弯的时候 它的侧倾也抑制的非常不错 运动属性还是非常棒的 这也是对于这么大一的一台ICV来说 我觉得也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这个车的重心 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的低 可能是得于它的底盘上被布局了电池啊 这一点确实是挺令我意外的 对于这台车它搭载的是CDP的电子宣架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底盘的舒适度和这个过弯的支撑呢 都是做的非常棒的 也是可以帮你去过滤到一些路面上的细小的细碎或者是颠簸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屁股和脚底板上的这些震动全部被过滤到了 方向盘上却会有一些震动啊 这个是很让我不能理解的 但是如果你不仔细感受的话呢 是感受不出来的 那这个� 这个车的刹车呢 它调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为了防止你刹车刹到底踏板踩到底之后呢 会产生刹车点头的现象啊 所以说呢 他在刹车的末端呢 采用了一个刹车制动力轻微释放的这么一个效果啊 就像一些老司机啊 踩下刹车踏板踩到最后呢 会稍微抬一下 再踩下去啊 这样的话呢 你的车就不会出现很明显的点头作用了 但是呢 这个触发机制呢 也是要看的 如果你的刹车机制呢 是一个几下车超过了0.5个G啊 他就是会主动退出这个功能 接着收下这个车的动力参 它前面搭载的是一个同轴感应电机 最大功率呢 有150千瓦 后轴搭载的是一个永速同步电机啊 最大功率来到了210千瓦 它的综合最大扭均呢 可以达到700牛米啊 也让它在半载状态下的零百加速程 现在可以来到4.5秒左右的样子 这样的数据呢 对于这么大的一台SUV来说呢 已经是不俗的表现了 这个时候呢 它搭载的是一台75度电的电池啊 它现在的综合的沉电续航呢 大概可以达在500公里左右 那如果日常行驶代步的话 觉得在程序里也是非常够用的 那如果上高速的话呢 高速的� 放电站 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说呢 铺的也是非常的广的 最后的提点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车的整车的NVH表现确实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那也得益于它前后的玻璃呢 都是双层的夹车玻璃 并且呢 这个车它并没有采用无光车门的方案啊 这也大大的提升了整车车内的这个隔音和进行啊 哪怕是做到后面 哪怕是我们今天把车开到高速上 那在后排的这个NVH水平表现 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这一点确实是这个价位这个水平的车来说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优秀的了 那么今天我们在高速上开这台车的时候 我们开启了它的这个NVH加的功能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智能的 它可以主动去判断前面的路况 那是否是跟随前车还是主动超车 而且呢 对于一些新手司机来说呢 也是可以极大的提升它的一些驾驶能力 那么整体来说呢 这台新款的蔚来ES6呢 我觉得开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 也非常适合家用 那平时代步开着它也不会特别的累 那蔚来ES6呢 作为蔚来品牌的销量基石 也就是最走量的那款车型呢 可以说蔚来今年能不能成败再此一举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在吃闭关 要去买宝马的X3或者是 奔驰的GLC呢 我都劝你一句啊 不如雨时激进 看看新的原车 看看可以换电的蔚来ES6 那我这里也学冰哥预言一句 我觉得蔚来ES6的销量呢 能够卖得比宝马X3好 我们拭目以待吧